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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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收看古奇玩點名 今天大盤跌了62點 今天下跌的原因當然是因為什麼 它量縮掉了 從1000億掉下來對不對 下跌了62點 這個盤勢到底要怎麼看 首先台股這兩天 它的走勢跟國際股市不太一樣 因為國際股市表現得都很好 尤其是韓國 連續的往上創新高 所以我認為它今天拉回也是量縮 它只是一個整理 整理的時候它支撐在哪個地方 我們簡單看一下 這是大盤 我說量縮所以拉回 就跟這裡一樣 這裡量縮了所以它就拉回 那拉回的目的是什麼 就是測試支撐 之前這個地方 量縮它測試這個支撐對不對 大家記得這個地方很多人偏空 嚇死一堆人 那時候我怎麼跟大家談的 現在拉回一樣 量縮它是測試支撐 就跟之前這裡一樣嘛 我們把這裡拉近來看 它每一波往上走 它總要漲漲跌跌大漲小回對不對 這裡測試完了支撐 量縮對不對 測試完了支撐 它再往上走 壓回再測試支撐 這個叫做底部墊高 這個叫多頭架構不變 然後再往上 這個叫軋空 拉回再度量縮 測試支撐對不對 那同樣這個地方也是 所以我說呢 因為量縮 所以它拉回 目的就是測試支撐 那支撐在這個地方 10400 不會跌升 跌不會升 你看看韓國股是漲多少 全球都在往上走 台股呢 當然它的架構 是向上不變的 底部墊高 這個叫做多頭架構 那個股的表現呢 當然差異很多 但是我先跟大家提醒一下 今天OTC創新高喔 之前大家認為這裡是兩個頭對不對 然後這裡是逃命 壓回多少人在這裡換空 因為它量縮 所以這個是逃命波 結果現在往上走量出來了 而且法人大買 而且它創新高 我之前在這個地方就跟大家提到過 這個不是壓力 它一定會過去 等一下我們來跟大家再詳細談OTC的部分 我今天要跟大家談什麼 今天大半的62點 上市的股票中 漲幅第一名的是哪一檔 我想可能大家不太清楚 沒什麼印象 因為你沒有在注意深化家家族 你沒有注意這一檔股票 我們來看一下 他今天長得9成 9% 9% 第一名的是全新 2455 深化家家族呢 我講了多久了 我說山雄對不對 文茂 洪捷科 全新 這三檔方向都是同樣向上的 那一路往上走 之前文茂最強 後來洪捷科 那最近是全新最強 那我在談深化家家族的時候 怎麼跟大家談的 我說我想它漲 不是叫你去追 而是這三檔股票裡面 文茂大漲對不對 那你找其他兩檔 拉回收黑的或比較沒有漲的 因為它方向 同樣是深化家家族 它方向都是向上的 那這兩天呢 全新 往上攻堅 文茂休息對不對 文茂昨天 收黑 我們來看一下全新 很多人都忽略了這一檔股票 開盤帶大量 盤中有看到漲停 雖然沒有守住 可是開盤的大量 這裡絕對不是賞戶買的對不對 尾盤你有看到大量調節嗎 尾盤你有看到大量調節嗎 那如果找盤買進的人 尾盤沒有調節 那這一檔股票就很漂亮對不對 雖然沒有守住 可是9% 就已經夠嚇人了對不對 排行榜第一名 他最近怎麼走的 我說之前文茂大漲 我給大家看 文茂從5月底開始就直接往上走了 我昨天還跟大家談 這裡120 這裡180 這樣有沒有五成 我說我一直講這張圖 我說你一定要換股 你要換成方向向上的 我說我講三成是客氣啊 很多股票漲幅超過五成了 我一直提醒你 OTC法人大買 內資回來 主力回來了 重點是你怎麼選股 那最近有很多股票 它是往下跌了 很多錢股票都沒賺錢 報越久賠得越多 那你及早換股 趁反彈的時候 你換成這一檔 趁反彈的時候 換成這一檔對不對 那沒有人叫你追價 這種方向向上的 你就拉回買 那你很自然的 很自然的 你就可以賺到 因為它是向上的 再去四成 再去五成 有沒有買進的機會 這些壓回都有機會 我們再看一下全新 它今天漲9% 它是不是漲幅裡面 生花家家族裡面 最落後的 那我是告訴你 這三檔方向是一致的 它漲了你不要去追 你買這兩個沒有漲的 它漲了你買這個對不對 不要說我沒有提醒你 我今天特別去找出了資料 這是6月30 6月30在這個地方 6月30 輪漲方向向上 這樣是不是低檔卡位 這樣是不是低檔卡位 在這一天6月30呢 它是拉尾盤的 它是尾盤往上拉的 這6月30 這6月30 這今天7月20 不到一個月嘛 20天對不對 它漲了這一段 大概從60塊漲到69 60到69 這樣是多少 15%嘛 15% 然後再包括填息 它中間填息2塊半 那你說這一段 它有沒有兩成 它有沒有兩成 那在這裡買安不安全 我一直跟大家提到呢 你要是認同我的操作理念 我不喜歡追價 那低檔買進 是不是有機會撞波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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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那時候剛漲 我還不好意思寫波段 那現在是不是證明了 既穩帽以後呢 它是往上漲 它有沒有波段 你包括股息 算進去呢 應該超過兩成了 這樣有剩波段嗎 那你再想一想 你的股票 你要不要做換股的動作 那你看一看OTC 它的走勢 現在很多股票呢 一檔一檔的 它出現往上走的跡象 不只生化家家族 那生化家家族 那生化家家族裡面 現在要怎麼操作 文貌漲五成了嘛 除了它收黑拉回 不然沒有人叫你去追 那你要去選擇像全新 落後的 或者呢 這三檔股票裡面最近 最近這幾天漲得比較少的 它是紅捷科 對不對 它收斂往上收斂往上 那現在這三檔股票呢 你正確選擇應該就是這一檔 那你掌握輪漲的話 你怎麼會賠錢 那如果你的觀念正確的話 你為什麼不能賺波段 不要老是去想大盤 一萬點 一萬兩百 一萬零四百 道瓊都在往上走 如果你沒有時間 你不想錯過行情 或者你盤中 或者是盤後 你不夠專業 認同我操作理念的 我一檔一檔帶你撞波段 那今天呢 我們推出 當股手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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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遭收中 如果你手中持股 比較多的 我還可以親自幫你做調整 但是如果你要集中火力 如果你要集中火力 當股手單 遭收中 請你不要錯過這個機會 我們休息一下 090927810909 軸輪精細的刻痕 如同精準的研究判斷 部分昼夜的運轉 如同親切專業的展業服務 我們講究每一個細節 斟酌每一個環節 帶領會員轉動過地的巨輪 因為珍惜托付 所以全力以赴 運達頭顧 022-2781-0909 022-2781-0909 我們知道您在乎的是績笑 也了解您關心的是競爭力 運達頭顧 永遠值得托付 022-2781-0909 2781-0909 2781-0909 歡迎收看 古奇玩點名 我剛剛講過 全新9%對不對 我剛剛出門前 我看到可誠 這是漲幅排行榜 這是跌幅排行榜 順便跟大家提 這一檔股票跟我無關了 順便跟大家提一下 他這種連續下跌的方式 這種要小心 為什麼 他在往上推升的過程當中 你會發現 他都是慢慢跌 壓回支撐 然後往上走 壓回支撐對不對 這個跌太多了 這你要小心 這第一個 這一個支撐 然後這個缺口的支撐不能跌破 這個跌破頭部就出現了 量 每一檔股票你要注意量價關係 那我的股票我都會幫會員注意 所以你如果沒有時間 不過專業的 我帶你進場 我一定會帶你出場 那一些漲幅排行榜的股票 你都有機會去賺得到 尤其我們現在推出當股首單 你想重壓的話 把握這個機會 那接下來我給大家看 我說OTC 它創新高 我說量出來了 看空的人現在都沒話講 之前這裡量確實太少了對不對 量出來了 所以我說這裡會過 它盤中已經過了 它還會漲 因為在這個地方 剛啟動 跟這裡一樣 它剛剛啟動 後面還有一段 所以它這裡不會是頭部 這是低點 我說好的股票一檔一檔出現 我們一直在談到一個觀念 方向向上跟方向向下 這個觀念其實來自於景氣循環 也是所謂的原物料循環 目前來講 我們以Drain做例子 當很多廠商 很多Drain生產過剩的話 它的報價就會下跌 下跌以後 有一些Drain廠商就虧損關閉對不對 目前關閉以後到最後會缺貨 缺貨以後很多人又大量生產 到最後這個叫循環 然後又下跌 這個叫循環股 我為什麼要談這個 因為現在全世界的景氣 全世界景氣只有美國是看好的 而且在往上走 全世界包括歐洲 歐盟最近它也在寬鬆 為什麼 因為景氣不好 日本景氣也不好 中國大陸也一樣 台灣當然也一樣 那在選股的時候 法人都會很小心 但是選什麼股票最保險 選這種循環股最保險 為什麼 因為這裡很多公司 比如說以Drain 虧損倒閉了 那目前Drain報價上漲 缺貨對不對 然後你看到好 然後你要去建廠 你可能還有一兩年的時間 等到大量生產的時候 還早 那些股票 你可能在短時間內 你沒辦法補足 所以這種股票 它漲勢會比較兇悍 這是我給大家的一個說明 那我為什麼要談到這個呢 我說很多投資人在1萬點以上 會害怕 不敢操作 但是我一直強調一個觀念 全世界股市都在漲 不會因為台灣自己就下跌 你一定要跟著美國同步 尤其現在美國是全世界股市獨強 所以你晚上你注意看美國的K線 那我們再看一下 我為什麼講這個循環 因為不只生化家 生化家它也是循環股 低潤也是 我們來看一下南亞科 它這一段 整理完了 一突破 它是往上走 它也是方向向上的 我要跟它談的觀念 你不要緊張 很多好的股票 都可以做一個介入 我簡單看一下 我們看一下 像華邦電 低鏈的部分 快閃記憶體 它需求動能 至少看到明年三半年 這就是我剛剛講的 景氣巡邦國的好處 另外像低鏈跟快閃記憶體 都是一樣 我們再看一下華邦電 它漲幅就沒有 剛剛南亞科那麼兇悍對不對 它在這裡整理了四個月 那如果在這裡介入 你會很害怕嗎 我要談的是一個觀念 你一定要尋找一些 有波段潛力的股票 然後去做一個低檔卡位 你才有機會賺到波段對不對 像南亞科 像我講的生化家家族 那你一直擔心萬點做什麼 重點是個股 我們再看一下華邦電 那這一檔如果操作 它應該怎麼操作 它也是底部墊高 它如果整理完畢 它漲得也很兇悍 這一漲漲多少 這11塊漲到17、18塊 這不止五成 它因為股本大 所以它必須要整理的時間比較久 但是我告訴你 在這個地方 你買進 你有什麼好害怕的 你停損就設這個地方嘛 對不對 那跟今天的價錢 大概1塊錢而已嘛 每一檔股票我買進 我一定會設停損 但是因為低檔買的 所以停損價並不多 那一旦我賺到了 往上走呢 都是一大段 都不止三成 五成甚至超過五成 那我一檔一檔的 都會跟大家談 我們來看一下 另外景氣循環的 像矽晶圓的 這個也是一樣 當這個區間讓它突破以後 這種景氣循環股 長勢就會很凶狠 當它突破以後 之前南亞科突破 後來就很凶對不對 這個地方也是 我要跟他談的是 好的股票一檔一檔出現 如果你沒有時間 不過專業 你務必要把握機會 我帶你進場 我一定會帶你出場 該注意的股票 我會賣 像剛剛可成那種股票 我可能前幾天就賣了 那每一檔股票 我都會幫會員注意 那什麼時候該買進 該卡位我也會帶你 但是你放心 我不會叫你追價 我一定叫你第一檔去卡位 然後賺波段的利潤 把握這個機會 當國首端 電話直接打進來 我們休息一下 我們休息一下 來 靈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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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珍惜托付 所以全力以赴 我們知道您在乎的是績笑 也了解您關心的是競爭力 運拿頭固 永遠值得托付 02-2781-0909 2781-0909 歡迎回到現場 那我們來看一下 為什麼道瓊最近一路往上走 因為他說 業利率不必要再大幅調升 這個很重要 這每一個措辭都很重要 他意思說利率會調升 但是不會大幅調升 這個訊息一出現 在前幾天道瓊馬上就漲了 全世界就一直往上走 只有台灣這兩天壓回 所以我說他只是拉回 他還會向上走 另外手中的股票 我剛剛講說像可成 這個你要小心 你要小心 這樣下跌的幅度太深 基本上應該是像這樣子 那我帶你進場 我一定會帶你出場 會買會賣才是高手對不對 就跟之前大家記不記得 我講過像有一些股票 像環甲漲一塊三 第二天再往上填息對不對 我說兩天填息了還會漲 第三天漲到這裡 我們就會做一個減碼對不對 類似這樣的動作 包括冰川晚上漲兩層 我們也做一個減碼 那我的股票我一定會追蹤 我不會像可成這樣掉下來 然後你還繼續抱著 那如果你上班族的話 你一定要需要這一些資訊 對不對 那整個操作上我們來看一下 我說好的股票一檔一檔往上走 像加澤 還有剛剛我們講的一些景氣循環股對不對 像低潤的族群 像矽晶圓 我要跟大家談的是 不要害怕 重點在選股 這從120幾年漲到170幾 從月初漲到現在 這樣有沒有五成 環甲漲了一段壓回再漲 我說它還會再創新高 雖然我們在這裡做一個減碼 冰川在這裡 我們在45塊做減碼 會買會賣對不對 壓回它又出現量縮了 準備回補 我要跟大家談的是一個操作觀念 聖化家家族輪漲 今天全新漲的9% 它也填息 之前6月30 6月30 對不對 能不能賺得到 在這裡買 你會不會害怕 會不會緊張 像這一類的股票 我們希望你把握這個機會 這個禮拜 我們推出當股首當 你手中的持股 我可以幫你簡化 幫你收回一些資金 我們重壓當股首當 這個禮拜招收中 打電話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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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